好,这节目我们讲一下容器与镜像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容器它是怎么工作的 这个是内核,容器本身不是虚拟化技术 它是基于内核的一个技术 最终依靠于BotFS 然后在这上面会有一个最基础的镜像 这个基础的镜像可以是生动S 也可以是Ubuntu或者是Red Hat都可以 然后下面会叠加很多层 比如我们这一层是加了阿巴奇 然后最终会生成一个镜像 那么生成镜像以后 我们才会创建出来这个容器 也就是Cleaner 因为这个Cleaner它是可以写的 这就是镜像的这个分层 因为这个镜像分层 它所有的这些层只要生成了以后 它都是只读的 所以这些文件是不允许修改的 如果怎么想修改呢 你可以再往上去累加 那么再累加的话 这就是容器 容器和镜像 就是容器 生成容器以后 容器的这个层是可以进行读和写的 那么下面这些层的话是不允许往里写东西的 但是可以累加 就像累积木似的 一直往上累加 这就会就形成 镜像是只读的 容器是可以可写的 所以说 并且如果有很多镜像的话 比如我们本地主机有很多很多镜像 那么很多镜像 有的层它是可以共享的 就是有的一些层 它们之间是一样的 那么一样的话 这些层它只会占有一份空间 就非要接着空间 占为一份就可以了 那么最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通过一个镜像 可以启动很多的容器 那么这些容器它共用的都是这一份镜像 它不像虚拟机似的 如果有一个虚拟机是500G 我又起了一个 它又会占500G 又起了一个 它又会占500G 所以那个资源是非常像好的 那么容器 它是共用这一个镜像 它会起很多很多个容器 它非常非常省资源 这是到过容器的一个特点 也是最大的特点 那么这些实现是基于什么技术呢 就是copy or write这个机制 就是实现的 就是往里加 然后一直往上叠加 会追求生成一个 然后再往上叠加 再往上再往上累加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我们讲一下容器和镜像的一些操作命令 这些有一些会容器和镜像是 心意不离的是分不开的 那么第一条命令是Commit 我们可以把容器Commit成一个镜像 这个方法当然是不是最为推荐的 推荐大家是用Dogafil去生成镜像 当然Commit也是也有应用场景嘛 比如说在容器里面先起一个容器 然后在里面添加一些东西 再把它Commit成镜像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方法也不是推荐的 推荐还是用Dogafil去生成镜像 那么C5命令是把镜像保存成一大文件 如果没有C5镜像仓库的话 或者说一些企业内网的环境 不允许有公网这种访问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像导成一个大文件 拷到U盘里面 到那边的话 再把这个文件拷币出来 然后再通过LOD命令 把镜像的大文件导入到镜像列表里面 这样的话就进行了一个镜像的这个转移的这个工作 那么Hatry就是 可以查看到这个镜像 它都做过哪些操作 比如设计这个镜像的时候 有哪些命令 然后执行过 然后最后一个是Pull 就是从一个样仓库里面把镜像拉下来 这是个Pull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讲一下Save和LOD 然后也推荐大家用Save和LOD Export和Import 这个是 那俩基本上很少用嘛 最多用的就是Save和LOD 好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Commit 看一下有哪些容器在跑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Werb 把那个APP这个Commit成一个迹象 可以看一下 Commit的命令 我们可以加一个-E 比如说是 怎么办 我的命令你看 -M -Commit -Image 然后最多我们要Commit是Werb 比如我们把它Commit成Werb2.0这个镜像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的话Commit2.0这个镜像就已经有了 好 这是Commit的命令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Save Save Save是把迹象和键 导成一个踏包 我们再看一下本地是没有踏包的 然后把它Save一下 比如说是Alpine Save Alpine 把它导成Alpine 点探文件 然后可以看到 Alpine 就这个镜像就已经导成一个探文件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Alpine这个 这样把它删了 好 删了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Lode的这条命令 把它再导入 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以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Alpine 就已经又回来了 又相当于删了以后又导入了 这就是 Save和Lode的这个 命令的作用 那么HT是怎么样的 HT是这样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Werb 2.0 它是有哪些 做过哪些操作 然后是生成的最终生成的这个镜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的作者 以及添加了一些变量 它做了一些软链接 然后开放了一些端口 然后最终执行CMD命令 是通过NES杠记准备off 启动到这个容器 然后以及添加了这个文件到这个镜像里面 我可以通过这个 黑翠可以查看到这个镜像里面都做过什么东西 做过哪些操作 这是黑翠 那么这个Pull命令的话 就不用详细去讲了 直接把迹象去拉回来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好 这个是Pull Pull的话就是 我们把本地的迹象Pull到远端的仓库里面 Tag这个我们上节课也做过 就是相对于给这个迹象起一个名称 比如说TagWeb2.0 我们感觉Web2.0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再期限期待 比如说Web3.0 把它叫成Web3.0 可以把它命名称一个新的Tag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镜像的ID号都是一样的 并且他们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 他们会占用持帕的一份空间 只是说他们在这个 这个镜像的Reporting和Tag的这个标签上 它会打多个标签 它不去真的的占了一个空间 那么RMI就相对于是删除镜像 就我们可以看一下 RMI 比如是Alpi 把它删了 删了以后就没有了 Alpi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再演示一下 通过Load命令 再把Alpi再导回来 Alpi就又会有了 好 那么 还有一个search命令 这个search命令 所以说 我们在pull之前可以search一下 比如说 search命令 CenoS的这个镜像有很多很多 我们要pull是哪个 然后直接又可以选择 好 那我们就现在要确认 确认一点就是 先有镜像 再有容器 那么镜像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操作 它是不能直接被访问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Nginx镜像 它里面虽然说是装了Nginx镜像 但是它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它不能进行访问 那么怎么样去访问了 那么我需要通过Depart Run这个命令 把二进行设计的镜像 起成这个容器 才可以进行访问 好 这一点 主要明白这一点 那么就明白了 容器和镜像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么这一刻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